首先让我们来聊聊电影行业 在所有的拍摄上映的电影当中 究竟有多少是能票房大卖 赚的是盆满钵满的 在电影行业有一个二八法则 20%赚钱 80%赔钱 不管是好莱坞还是国内市场 电影投资的赔赚比都逃不过这个规律 可见对于这样一个高风险 高投入的行业 融资方式是至关重要的 那么什么样的融资体系 才能在20%的盘子当中 培育出更多优秀的电影 国内电影的融资环境 有着怎样的隐忧 在一恩咨询举办的 第四届文化娱乐产业年会上 民生银行文化产业金融事业部总裁 万小芳介绍 目前国内电影业已发展成为 包括银行贷款融资 私募股权融资 专项电影基金 民间投资 多方投资 合作拍摄等多种方式 在内的融资体系 他表示 虽说已形成多层次格局 但行业的融资结构 仍存在不少问题 目前国内市场的融资方式中 银行贷款和电影投资基金 这一块是合计占40% 远远低于成熟电影市场 像美国电影市场 行业的相应融资方式 75%的一个占比 这是我们目前的现状 实际上 这个也跟我们整个电影行业 达一个工业化 不像美国的电影工业 那么成熟 使得催生的一些金融工具 也不是那么对接的 那么成熟 是有关的 民生银行 曾参与过诸多电影业的投资 2011年 以1.5亿元贷款 投资电影《精灵十三拆》 就是典型的案例 其文化产业金融事业部总裁 万小芳谈到 行业内 银行贷款投资 越来越常见 但目前这种传统融资模式 依然是跟不上 电影行业的节拍 比如债权性的信贷模式 无法适应影视企业 现金流不确定的特点 你哪怕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导演 或者是很靓丽的一个卡斯表 但是未必 他的票房未来就一定有保障 所以他未来的现金流是不确定 作为银行债权性质来讲 就是我贷款给你 你是不管这个项目的成败 本息都一定要还 否则的话就是违约 第二个方面 是融资主体的特点 是轻资产无敌 但是银行现有的一种产品 它需要你以房产抵押为主 版权质押为辅 此外 传统信贷方式的期限额度 与影视项目实际运作的周期 资金需求大小也不匹配 一般银行只为影视企业 提供一年期的流动资金贷款 但很多电影很难在一年内 通过票房收回成本 万小方表示 为此 目前民生银行正在尝试 以准股权性质的票房分账等模式 为影视公司提供适合行业 规律的融资支持 与会的业内人士还提到 在多种融资方式当中 多方投资合作拍摄 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电影产业链各环节 与投资机构 共同出资拍片 不仅有利于发挥各方的优势 而且还能降低制片方的投资金额 分散投资风险 那我们做片子的时候 有几些原则 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 我们投任何一个影片 是我们要至少要投50%的资金 是我们自己内部的资金 那同时我们会有一些伙伴 比如说在中国 传奇东方有中营集团的 一个展列的一个伙伴关系 你刚才提到的 在国外有环球 我们现在把自己的equity 是放在差不多 每一个成本中的 20%到30%左右 另外一些所谓 至少在国际上 有些退税的这种机制 如果能够自己的equity 加上这种退税的东西 拿到50% 所剩的另外一个50% 你可以用合拍的方式 预售的方式 当然有好国际的预售渠道的话 你可以达到一些比较好的 这种银行的贷款之类 纯国内的电影 达不到这种预售的能力 但是在国际渠道 预售还是可以成型的 基本上这四种不同的方式 工具在每一个项目中 寻找一个比较好的配合 相较而言 专业电影基金 多方合资拍片等 多层次融资体系 在国内还远远不够成熟 比如电影基金 虽然成立踊跃 但目前主要资金 还是投向发起方的特定项目 对其他影视公司项目的投资 还很谨慎 看来多种融资方式的 发展势头很好 但整个融资体系的成熟 还是有待时日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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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